Ctrl R3 超入门 如何开始使用Ctrl R3 哈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终于始终的中飘一点椅 如果你已经打算透过C3制作游戏 可是你从来都没有使用这款游戏开发引擎 那么就让我透过这个系列的影片 一步一步引导您快速的开发一款专属你的网页游戏 在开始使用C3前 你可能需要先申请一个Google或是Gmail账号 以便后续申请注册C3 并且我们将透过Google Drive储存游戏的专案 另外 因为C3的工作环境是网页浏览器 建议您安装Chrome浏览器 可以获得更好的操作体验 首先第一步 找到C3的官方网站 我们先在搜寻引擎里面 输入C-O-N-S-T-R-U-C-T-3-Construct-3 进入这个网站 接着点选右上角 开始注册一个新的账号 注册完成后 将滑鼠移到左上角 Menu 的位置 选择Project New 新建一个游戏专案 这里你可以输入你的专案名称 以及选择游戏的长宽大小 或者是下拉选单 选择系统推荐的解析度大小 Landscape 是横塔 Portrait 是竖起 游戏专案建立完成后 就可以进入编辑器的画面 这里我们将建立第一个游戏物件Sprint 首先让我们在画面上的任一个空白区域 滑鼠左键连点两次 接着滑鼠滚轮往下移动 找到Sprint 随意的替它取个名称 输入完成后 就会回到空白画面 此时你的指标会变成十字架 也就是插入模式 再次于空白处滑鼠左键点选一次 就会进入Sprint 的动画编辑模式 随便的选择一个颜色 透过油漆桶将这个动画填满 关闭后就可以看到这个Sprint 的外形被设计好 透过拖曳边界上的调整点 你随时都可以调整这个Sprint 的大小 移动Sprint 则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这里说个小诀窍 点选画面的空白处 你可以在左边的视窗中勾选Shows Grid 这可以显示辅助用的隔线 另外勾选Snap 2 Grid 这方便在调整Sprint 时自动贴齐到辅助线上 接着 让我们储存这个游戏专案 点选左上角的Menu Project Save Us Cloud Save 会跳出小试窗 勾选Google Drive 浏览器会跳出小试窗 要求你登入Google帐号 认证完成后 就可以指定目标的云端储存位置 以及这个游戏专案的名称 要注意 储存完成后 左下角会出现储存完成的资讯 确定要看到这个小试窗资讯 才能确保你的资料 被正确的储存到Google Drive中 最后 让我们点选上方的播放键 这样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设计的Sprint 是否正确的呈现在游戏画面之中 C3超入门 如何开始使用Construct 3 说明到此结束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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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